跟各位再扯两句 是这样的 扬州有一个美女官员姓戴 这位戴女士跟她另外一位也是官员 然后有一个在日本话讲叫什么呢 叫不伦的感情 不伦 因为都结婚了 然后婚外情 这个算是不伦的感情 这跟中国的乱伦之类的这些东西 它不是一个概念 但是主要还是说不合适的意思 因为我一直有说 我对所谓的这种私德 其实没什么兴趣 不太评论这件事 但是为什么说这回说一下这事 就是说正好跟大眼说 李成鹏他老兄说的差不多 说你这是官员 你不是一个普通老百姓 对吧 你拿的薪水是大家给你的 纳税人给你的 你呢你在这个 如果你说你下了班了 你随随便要干点啥 这个其实无所谓 您不能上着班去 就去干这些不伦之感情 对吧 那这个呢就有点不合适了 所以呢 那所以咱就评论两句 这个关于官场上这些 这个女性和男性之间的这点烂事 其实为什么我说我对司则 就是评论兴趣不大呢 可能是因为建的事有点多 这个就没有太把这东西当过一事 因为哪个圈子都在德行 原来我跟大家都说过 包括像商业圈肯定是这样 对吧 这个大家都没有那么老实 那那个在比如说文化圈 文化圈更过分一点 甚至于你就是文化圈的外围 记者这一行的 对吧 新闻这一行的也算外围了 当年我们那报社里有一沙发 一般人都不坐 这就是我们都知道那沙发呀 平常啊是干嘛的呢 就是有几位有几位神仙们 在晚上在这边际值班什么的呀 或者怎么样的 就在那可能呢 就是敦伦一下那个同事之间的友谊 就有这个 而且双方都有家 也不打算说离婚 就是就闲的没事 就在那那个活动一下 活动一下身体 然后呢 那所以我们平时也不太 就基本都不做那沙发 新来新人进来的时候呢 大家隐晦的提一下 如果不是那种特别小白的 大概也能明白啊 这个这个是专用的啊 就就完了 这个都见过 这您想这是文化圈 上一圈我都不说了 那演艺圈就更甭提 对吧 这个是更 虽然 虽然更乱一点 咱也没乱到哪去 官员这边吧 有一点小特殊性 就是说他的这个互相之间 这个活跃的这个性生活呢 是有一点小特殊性的 一个呢 是说起来呀 有些低层级的官员 就是男性的啊 会去 会去瓢 或者是包养 这个呢 是原来的一些东西 但是实际上呢 更多的时候呢 这个官员之间 就是这个公务员呢 就是你把它都归在这个 政府机构 或者公务员 事业单位 或者怎么样 跟那个公司里 发生公司恋情呢 没有太多区别 这都属于那种 在办公室里 对吧 日久生情 这个日啊 不是那个动词啊 我说这真的 真的不是动词 那这种情况是 人之常情 你见过很多这种情况的 这种事 如果您在那个公司 就是经历过职场的话 您会 您会 您都 多少 您都能见过 所以呢 你说它完全的是这种 就是 你把官员当一个道德楷模 尤其是你把中共官员 当一个道德楷模 这他们得喝多少 才能 才能有这种妄念 对不对 所以呢 它是跟正常人 是差不了太多的 各种各样的 这种 办公室恋情呢 是经常发生的 而且呢 跟办公室恋情 有所相同的地方呢 还是 是这种的 就是比如说 这个利益关系 办公室恋情呢 实际上很多时候啊 它也是一种某种 怎么说呢 资源交换吧 对吧 除了身体上的愉悦之外呢 还是一种资源交换 往往呢 往往呢 是这个女性呢 能够 或者是说身居高位一点的 然后呢 跟自己的这个下属啊 或者是跨部门的这些人呢 有一个 有一个沟通交流吧 有一个深入的沟通交流 有一个什么身体的负接触之类的 这种模式 官员呢 是更方便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所掌握的东西 它是更多 能够利益交换的点会更多 这个东西大家都能理解 对吧 那您比如说像这个 像你在某一个地儿 然后呢 你能够掌握着一定权力 它那块有一个 能掌握一定权力 互相之间呢 这种利益交换呢 就会就会更方便 啊 它的利益就会更大 最大化 所以呢 那通过像这样的这种模式 互相之间的身体上的负接触 对吧 然后呢 再把这个关系拉进一步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而且啊 您知道就是说实际上来讲啊 在官场当中 如果您经常去到这个政府部门来讲 女性的美女的这个比例 其实政府部门是比较低的 那各位可能没有太 就是好多人不是老跑政府机关 原来我们是因为做记者嘛 你很多时候呢 都都会有这种 有这种机会 来见着各级的官员 呃尤其是呢 能够有一定的 比如说你你的行政级别之后呢 那个官员呢 基本岁数都不算小了 而且从打一开始啊 好多就是长得好看的呀 基本上也不当官去 咱得这么说 确实也是 很少说那个美女愿意说 直接考公务员啊 然后进入到这个这种地方 即使他去了 他也好 经常就会直接就离开这个地儿 为什么呢 因为他很难在里边实现自己的这个 快速实现自己的这种利益最大化 因为你很难能够非常快的升官 对吧 你你在官员这块你必须熬一下资历啊 你毕竟不是说有那个 你像有些那个小地方那个可以直接直升机那么提拔 很少 那种情况是其实相当少见的 所以呢 大量的这种就相貌比较不错的这个女性同志们呢 就其实没有太多的意愿进入到公务员队伍当中 当然现在内卷比较厉害 这个不好讲了啊 原来是很少的 那所以呢 你要看那些男性官员呢 就是看着一个长得周正点的 那都跟苍蝇似的 这我真是见过 您看原来我是在那个 比如说去下面采访去 我们习惯说下面采访啊 这个这个不好意思 可能是就可能是这个九居京城 这个呃就是媒体圈啊 染上这种恶臭的习气 就是说呢 一说呢 到外地采访 或者其实我们那行业 就是说我们这种呃 就是不委的报纸 它实际上来讲 到下边采访 就是其实就是去那吃喝玩乐去了 对吧 给人然后出一篇歌功颂德的文章 就是到下边采访的时候 你会看到各种各样的这个酒桌上的这些领导们 那稍微看着一个周正点的这个妹妹 那都跟那个真的是 跟苍蝇似的啪就种上去 就是真的平时你看他 你如果你在他那政府大院里 你走走 长得长得人模狗样的 其实不多 真确实相当少 所以呢 各位您就知道 他们这些人 如果一旦看到有一个像那个戴女士那样 呃 说正经的戴里戴女士的这个 包括他的言 包括他的言谈举止和相貌 除了腿稍微短了点之外 那个基本能到商品级了 这个其实就是可以进入到商品级那种水准上了 所以呢 那像这样的这种人呢 他肯定会出这个问题 那如果他要是对自己的未来又有点期许 就更容易能够拿到这样的这种资源 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事 我们如果没有弄错的话 应该戴女士用这种模式 然后还是有让不少官员呢 这个拜祷旗石楼群下了 这个我们说文雅一点啊 拜祷旗石楼群下了 那这个呢 就是他们这个原因 而且呢 说真的 这个实际上而言 在官场里啊 这个其实是一个相对安全的事 这回是爆出来了 实际没爆出来呢 有的是 为什么要相对安全呢 人老说呀 这兔子不吃窝边草 但是实际上您看着啊 兔子吃 就是人类在这方面呢 不如兔子 兔子是不吃窝边草的 但是人类呢 他真的经常的吃的 全他们窝边草 这个确实是啊 它特别奇怪啊 就是经过这么多年的 这个时事的观察 事事的观察 不是时事 事事的观察 我发现中 不是中国人 是几乎所有的人 所有人类 都习惯于他妈吃窝边草 而且呢 窝边草实际上 没有那么不安全 比那个 比到外边去瞎晃了 去那个去包养 或者怎么样来讲呢 它实际上来讲 更安全一点 为什么 它是一个更能够体现利益 共同体的事 对吧 都知道这东西 要出来就出问题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说呢 它处于同等的一个 这种环境之下 互相之间的利益 纠葛很大 那个东西 才是真正安全的玩意儿 尤其是在官场上 这个更安全 所以呢 但凡是这个 基本上而言 窝边草是必吃的 这个肯定是这样的 所以呢 就是这个 这回报出来了 大家很多人非常惊讶 说你是官员 怎么会是这样 官员肯定就是这样 他就是也是 也是人 如果你把他当人的看的话 他也能算在 这个 这个当中吧 对吧 这个算这种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这个 嗯 窝边草是要吃 这大概就是 就是这么个意思 所以不用太惊讶 不用太惊讶 如果说真要是抓这种玩意儿 怎么说呢 有多少办公室的恋情 那个在官场里 他就有多少这样的 这样的这种 官员之间互相的日久生情 大概大概是 完全是 至少比例是一致的 可以这么说 好吧 就先跟大家扯两句 反正在下雨 没事干